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不先返回吧 不 我们不能让灵依独自赴险 她刚刚这么对我们 我们干嘛还要在乎她 灵依不是这样的人 她只是不想我们跟她赴险 所以才放出狠话 所以 我们现在是要去找灵依了 可是哥哥 这棋 你懂怎么解吗 只能试试 哥哥 这样太危险了 没办法 危险也要是 灵依是我们的朋友 你们快躲开 哥哥 现在是往哪里走啊 你快停下 哥哥 我们还是先返回吧 等等 我好像看出一点门道了 清风 你向我这边迈出两格 哥哥 你确定没走错吧 快 小布丁 别怕 有我呢 哥哥 是对的 接下来 走这儿 果然是这样 清风 你跟紧我 好 这盘棋总算活了 我好像也知道方法了 我做到了 不错嘛 小布丁 清风 先别激动 这盘棋还没下完呢 最后这几步就交给我吧 下一步嘛 走这儿 怎么回事 清风 你刚刚那步是错的 你还真是不精胯啊 现在怎么办 快跑 不是吧 就错了一步 不至于这么大反应吧 是狗王 这家伙也太大了吧 糟了 这下跑不掉了 这下跑不掉了 快 往中间跑 中间 这不是自投罗王吗 孔义 看你的了 神明狂笑 之人 龙江炸裂 不是吧 这还怎么打 龙江炸裂 啊 抱歉 让你们陷入这样的困境 这没什么 我和之刃 什么大风大都没见过 不都已经过来了吗 再说了 是龙江炸裂的 是龙江炸裂裂的 是龙江炸裂裂的 还挺好 哪有 看到那边的出口了吗 有何之事 一会儿龙棋盘最接近出口的时候 我们一起发力 你明白个意思吗 当然 发力 发什么力 当然是发力打败国王和他的棋子冰 他们全部过来了 军队 别愣着呀 快跑啊 空翼 你是想把我和清风送出去 这是当下唯一的办法 那你们怎么办 我们会没事的 别忘了 我和巨人 可是超世界底打不死的英雄飞车 不 空翼 我们说好了 一起同干共苦的 巨人 你怎么还不跑 他们是要 就是现在 孔一 是 我只要是 你怎么办啊 我只要是 你怎么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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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个笨蛋 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居然 居然 飞冷清风 这里危险 我们必须赶紧离开 空翼还在上面 我要等居然下来 他一定会没事的 陈立峰 你做什么 烟破 快放我下来 飞轮 现在不能感情有事 烟破 你 没事 我们没事 你们的伤是怎么回事 飞轮 你们这一路是真不容易 我们也算是精神体会了 你们 是从飞车修理店里偷溜出来的 走 我们回飞轮修理店 现在就走 哥哥 我们还撑得住 不行 你们现在非常危险 必须回去重新治疗 只有先治好你们的伤 我们才有机会救他们 又是一条岔路 妈妈 你到底在哪里 小姐 我们已经在里面走了半天了 到处都是分岔口 感觉不太对劲 既然来了 那就只能一探究竟 可是 这样来回兜圈子也不是办法 只凭那段影像 根本无法判断出夫人的位置 不如先返回 我只是担心您遇到危险 有人 我都快绕晕了 你应该早点告诉那人被关押的地址 他说的是妈妈 行了 那我知道了 小姐 不要 人呢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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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昨晚工作得太晚了 是你们呢 所以呢 还是得修复车合 才行啊 看看 你们俩这才溜走没多久 就又需要修复了 行 交给我吧 这回伤得这么重啊 光靠机械币是无法复原的了 得我轻死上阵 那就拜托你了 没问题 取下坏了 取下换坏的零件了 原来是修复舱上的零件啊 搞错了 搞错了 工程师 清醒一点 超世界现在遇到了可怕的危险 情况非常危急 我们的每分每秒都很珍贵的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停停停别摇了 我马上修 马上 看来这里是他们的金马仓库 好东西可真不少 这都购买下半个超世界的了 不过像必杀晶片那么特殊的物品 一定不会放在这么明显的地方 往里面走 货物都安排妥当了吗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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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 他来做什么 倒要看看 他究竟想做什么 快点 怎么这么慢 怎么只是他一个人 擎风和飞轮呢 妈妈 等我 妈妈 我们马上救你出来 白燕快 抱歉小姐 我的攻击似乎无法击碎这个空间 对 说到底 这也不过是一堆数据 既然打不破 就让我用程序来破解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小姐 你怎么了 妈妈 小姐 把白叶 把白叶处理掉 等传输到百分之一百 你头脑中的信息就能被我掌握 零零流下的彩蛋将会对我全部破解 小姐 别动 强行拉开她 会对她的脑部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怎么多出来两个 你们从哪儿冒出来的 是你 这果然是个陷阱 那不是真正的玲玲女士 小姐被骗了 你们要对小姐做什么 也没什么 只是想获得一点点的脑部信息就好 所以 别来碍事 朝银刀 暴力出击 千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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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打一 以多起手啊 尝硬刀 三层翻身 拖住他们 真是忙了 还得救他 休想 想阻止我 就凭这点伎俩吗 打吧 打得越紧了 留给我的时间就越是充分了 快了 就差一点点了 军人会这样 我真是低过你了 没想到你的意志力能抵抗到这种程度 即便已经深入了大脑 轻易还是无法获取到完整的脑部信息 不要 不好 数据开始反噬了 得赶快切断灵衣和那破透明罩的连接 好应当 趁现在 快 进去 到底怎么才能安全地分开他们呢 站住 好了 情况紧急 只能试一试了 既然是数据能量困住了他 那么说不定 也能用数据能量使他正脱 啊 小姐 小姐 你还好吗 等你的小姐知道自己笨得中了骗局 想来也不好到哪去 什么意思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明白了吗 假的 你们竟敢骗我 我妈妈到底在哪里 灵衣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该处理的都处理掉吧 放心吧 老板 关心你妈妈之前 先关心一下自己吧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嘿嘿嘿 啊 真是舒服多了 你别乱动 可是 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我那对我来说 虽然没有办法完全解析他们的代码 但通过一些相似的代码构成 我帮他们恢复了三成的实力 谢谢 不过 这只是权宜之计 如果再出现严重损伤的话 可能真的会 彻底报废 邮件已复原完毕 秦枫 之前张昭发来的那封邮件里 损坏的后半段修复好了 快来看看 虽然很难过 但是底的确确是发生了事实 未来世界中 爆裂飞车们 为守护超世界和灵土展开了大战 无幸的是 所有飞车 都牺牲了 包括赤灵风和燕破 所以 逆转未来 靠你们了 我不相信 这是未来的消息 也就是说 一定会发生 我该怎么办 哥哥 未来是可以被改变的 只要能逆转结局 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对吗 你说得对 有信心吗 必须有 灵依现在有危险 真不知道你们干什么去了 快点过来 白燕 灵依的情况不妙 那还不赶紧出发 你可以吗 随时准备着 你们确定要冒险 确定 我不是想要冒险 我不是想要冒险 那你每天都没关系 我不是想要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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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